大家好,五种生活当中常用的绳结 第一种,绳头对结,单边双结 我们在使用绳索,突射掉物时,绳索突然间发生了破骨断裂 在不及遇换绳的时候,我们可以用此方法进行加结 打法简单快结,受力,硬舌不开扣 第二种,野外生存,获取猎物的掉了套结 打法非常简单,绳完之后将主绳奔着给它勾出 然后我们收紧,收紧之后,我们将这个绳圈给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大小 列右奔着走过之后,套路它会瞬间缩紧,受力,不会挣脱,不缓劫,不开扣 第三种,塑料皮条,也叫包装袋 我们在捆绑物体时,塑料皮条这个包装袋不够长 不会嫁结的时候,方法不对,很难给它嫁结到一块去 因为这个塑料皮条,又硬又滑,嫁结方法不对 不是开扣,就是滑扣 学会这个方法,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受力,不缓劫,硬舌不开扣 第四种,架构是单套不离结 在单套不离结的前提下,多缠绕一圈 防止它打滑 用这个方法,拖车掉入成人,锁装锁点,更加安全牢靠 第五种,绳梯,高空作业,以外攀爬 户外,施工作业,探险探动时 常用这个绳梯,而且打法简单 便于携带收纳 受力,不缓劫 安全牢靠 第五种,绳梯,高空作业